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最新報告顯示 當今世界9個核武國 包括美 俄 英 法 中 印度 巴基斯坦 朝鮮 以色列 都在繼續增加或現代化自身的核武庫 其中中共擴充核武速度居全球之冠 中共從去年的410枚增加到500枚 並且可能持續擴大 報告指出 根據北京對核武的構建 到2030年時 中國可能擁有與美俄同等數量的洲際彈道飛彈 這個藉口就大力推動核能電廠 核能電廠的核廢料 在提煉之後就可以變成核武的運料 所以中共是一條龍師的思維 那它要做這些更多的核武庫 就是要滿足政治上切剝其他國家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許志祥表示 中共的核彈投數量正在增加 必須要有足夠的投射載具 才能夠真的去使用這些核武 如果單以核彈投來說 一般是評估2030到2035之後 也許中共會把它目前約莫400枚左右的核彈投 增加到約1000枚 那2040年代會到1500枚等等的 大概是這樣的規模 那這樣子的話 很有可能會進一步的去考慮在戰術上去運用核武 評論表示 中共當局長期以來的核嚇阻戰略 是維持在所謂的最小限度嚇阻 不率先使用核武 但現在形勢似乎有所改變 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其實是有一點反其道而行 比方說他在大幅增加核子彈投的數量 以及強化他的核武庫 根據目前的增加速度來看 中共在未來是不是會繼續維持所謂的最小嚇阻 以及不率先使用核武的這樣的戰略 這個是我想必須要留意 不算先使用核武 可是它又不斷地擴展自己的核武庫 所以這反映出中共的這些言行是不一致的 跟西藏簽訂的什麼和平條約一樣也是不可信的 這就是中共正確的本質 報告指出 俄羅斯自去年11月 撤銷全面禁止核子世報條約的批准 另一方面 在俄羅斯繼續攻擊烏克蘭 西方軍援烏克蘭的情況下 俄國也多次揚言 不排除洞核 並於今年5月在烏克蘭邊境進行戰術核武演習 北約組織秘書長透露 北約正積極討論核武器待命計畫 以回應來自俄羅斯和中共的威脅 因為冷戰時期 北約核部隊就是熱帶命 就是游擊架轟炸機可能都掛好了核彈頭 那潛艦也隨時準備進行反擊 那洲際飛彈也都是屬於那個二級戰盃的狀況 所以可以快速的向敵人實施反擊 冷戰結束之後 就可能回到普通帶命 那從普通帶命到進入可以發射時間比較長 那現在可能應對這個普清他的威脅 還有中共核武的增加 所以意思就是北約的核武力量 會提高戰備的這個準備 秘書長表示 歐盟必須向世界展示其核武庫 以便向敵人發出直接訊息 以後今天中國有什麼 我們一起 Department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但我們不斷議 但是我們來的